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大家4月怎樣過,是不是又有一種優樣身色的感覺 夠了,大家休息夠了 快到5月了,究竟有什麼新遊戲等著我們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幫到手,記得 Like 和 Share 支持我們 以及記得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第一種為大家打頭震的就是一隻 Switch 遊戲 Donkey Call Country Tropical Fist 其實是一款炒爛飯遊戲,在 2014 年 Wii U 上推出過 又是那句,Wii U 這麼少人買 任天堂當然是把有潛力的作品包裝一下,放在 Switch 推出 老實說作為玩家,如果真的沒有 Wii U 就當一隻新遊戲玩 玩法就像畫面那樣橫向過板,還可以雙打 可用角色除了 Donkey Kong 之外 還有DD Kong, DC Kong, Cranky Kong 之外 額外還有 Switch 版才有Funky Kong 既然在 Switch 玩,又可以拆一個 Joy Kong 出來雙打 我建議你當然要找朋友一起玩 你看看官方的傳傳片 看看他多開心,口碼多大 5月4日,策略模擬遊戲 Total War 系列作 Total War Saga France of Britannia 將會在 PC 上推出,語言有中文和英文 喜歡玩策略遊戲的朋友應該很多都有聽過Total War 不熟悉這系列的朋友你可以當他是愛國的三國志 這一集的故事就是講西元878年 阿弗列大帝阻止了維京人的入侵 玩家有機會在遊戲中改寫歷史時刻 我們需要在10個勢力中選擇其中一個扮演 建立和保衛自己的王國 遊戲的戰鬥系統就結合了大規模的即時戰鬥 以及回合制的玩法 其實模式跟三國志差不多 回合制玩法就是玩內政 除了要生產精兵之外 我們都可以向對手進行賄賂 又或者破壞別人夫妻感情 玩離間計 再不是政治暗殺都還可以 正所謂琴賊先琴王 5月8日有一款美式RPG遊戲 Palice of Eternity 2 Deathfire 由於遊戲故事內容比上一集多了很多 結果就做不像本來上個月推出 延期到5月份 遊戲風格充滿著西方神話故事的味道 而另外一大賣點 我們玩家就可以對角色有很大程度的客製化 今集還新增了一個伴侶系統 這款遊戲PC和Maggie都可以玩到 西方RPG大家合不合口味呢? 5月15日有一套新動畫 不是,有一款動作遊戲推出 遊戲名叫做Forgotten Aang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一些舊的玩具、信件 或者一隻物 甚至在一個地方 所有舊的東西都有機會被人忘記 這個遊戲的世界觀 就是所有被遺忘的物件 聚集的神秘角度 我們玩家就是飾演主角Aang 在這個被遺忘的土地上保持秩序的執法者 而Aang這次遇上一個危機 就是在這個土地上有一個大騷動 有機會令到他和主人邦喬 沒有辦法回到原本的人類世界 除了世界觀吸引之外 遊戲的畫風、敘事手法都很令人讚嘆 感覺上真的好像一齣動畫的大電影 這隻是由獨立團隊 Full Light Games 開發的 看宣傳片就這麼吸引 希望玩樂都這麼棒 我自己就很喜歡一些神秘世界的冒險故事 再加上這些這麼漂亮的畫風 適合我 5月18日有一隻幾令類下的冒險遊戲 Far Long Sales 發售平台暫時知道有PC 他說會在PS4和Xbox One上推出 不過日期是未知 遊戲語言有簡體中文和英文 不過從PV上看 其實什麼語言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整個遊戲應該是沒有對白的 究竟故事是怎樣 就要玩家自己去領會 故事就講述是一個末日世界 但是海洋已經變成沙漠 遊戲主角就要搜集不同的零件 去維修自己那部又似帆船又似車的載具 在旅行的途中 還會看到很多已經消失的文明遺漏下來的建築物 而且都要破解不同的難關才可以繼續前進 究竟主角的終點在哪裡 會不會發現到這個世界毀滅的秘密 就要玩家自己去探索 5月22日 Microsoft 的獨佔大作 State of Decade 2 是一種喪屍題材 多人合作的生存遊戲 可以在Xbox One 和Vin10 上玩到 語言方面有英文 至於有沒有中文呢 官方竟然沒有說 不過就有中文官網和中文字幕的PV 大家有興趣就期待它會有中文版 前作就是單人遊戲 都是在一個開放式世界上玩 玩家除了要收集生存所需要的物資外 你操縱的角色如果死了就真的死了 不會翻生的 死了之後就要操控另一個角色 所有東西要重新練過 所以在今集都不例外 你們可不可以在這個末日世界之中生存到底呢 另外最興奮的就是 終於都有線上合作模式 最多可以同時四個人一起去玩 有人合作一起玩的話 搜尋物資的時候找人看水 大家就可以放心去搜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興趣約朋友 一起去經營屬於自己的末日避難所呢 去到月尾了 5月24日 又是時候考驗大家EQ和遊戲技術的時候 出了名難玩的Dark Souls系列第一集 的重製版Dark Souls Remastered 將會在PS4、Xbox One Switch和PC上推出 沒有玩過的朋友就有機會可以玩一下 有玩過的都在玩一下 2011年可能有些東西忘記了 或者可以看看自己有沒有進步 不過Switch版的朋友就小心點 人家是扔手 但如果你是外出玩的話 有機會是整部機器都扔掉 打機前先練習一下EQ吧 接著有一款很有趣的塔防遊戲 Pixel Drunk Monster 2 這都是系列作 第一集就是PS3的下載版 也有幾驚人的銷量 有一百萬的下載 今次發售平台有PS4、Switch和Steam 其實都很划算,都是1500日圓 塔防遊戲其實小時候的Fresh遊戲都玩到大 這遊戲的特別之處就是我們是控制一個真人 在地圖上周圍走去建防禦塔 再加上可以二人合作或者線上四人合作 還有一些有趣土著造型 玩起來應該都很歡樂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 因為塔防遊戲真的需要一些智慧 所以選朋友一起玩 大家真的要認真篩選一下 都是5月24日 由CAPCON在Switch上推出的炒冷飯合集 Walkman Classic Collection 1 Plus 2 遊戲內容就包括了Walkman 1到Walkman 10 一共10集的經典遊戲給大家玩 老實說這遊戲沒什麼突破 跟以前在其他機種出一模一樣 最大分別都是在Casic Collection 1 裡面多了一個倒打功能 失手死了的話可以倒打前幾秒的時間 讓你可以再挑戰過 如果你沒玩過 又對Walkman有興趣的話 平均500日圓一隻遊戲都算是挺值得玩的 都是5月24日有一款很可愛很適合女生玩的遊戲 《兔子城迷宮》解謎逃脫物語 將會在PS4和Switch上推出 其實這一隻就是兔子城迷宮 這個系列四代的合輯遊戲 遊戲背景其實是關於愛麗斯夢遊仙境的故事 愛麗斯追著奇怪的兔子 一時不小心就迷路 眨眼已經身處在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裡面 玩家需要操控不同角色 令到愛麗斯平安逃出這個迷宮 而這遊戲的解謎難度也有點困難 而今次這個合輯就追加了一個輕鬆遊玩的功能 即是再簡單一點的版本 所以想輕鬆玩、搞笑的朋友都可以用這個模式 而今次這遊戲會推出在Switch上 應該也有不少女生玩家都適合玩的 接下來是一隻由PS4獨佔的冒險遊戲 Detroit Become Human 將會在5月25日推出有中文和英文版 遊戲背景設定在現在的20年之後 當時的科技已經非常先進,可以製作出仿生人 而且他們都取代了很多原本有人類工作的職業 而我們玩家就會扮演他們 去做談判官、家傭之類的工作 不過仿生人當中有部分突然擁有人類的感情 而且發生了叛亂 我們需要搜集各種不同的線索去解除這個危機 以及保護人類 其實現在已經有試玩版可以玩 是扮演一個談判官 感覺像是推理遊戲多一點 因為需要搜集不同的證據 推理出個案發經過 在遊戲中我們每一步的行動都會影響到故事的結局 在試玩版的任務裡面已經有6個結局 而且官方表示如果你想看完所有劇情 肯定要重玩幾次 這遊戲應該都很耐用 畫面質素和玩法都很吸引 大家又覺得這遊戲如何 去到5月29日我們一起來懷舊一下 Zegar Genesis Karsis 是一款集合了50隻以上 世界經典遊戲的合輯 這些都是我小學到中學時期的童年回憶 那時候不是玩超音就是玩世家 現在就可以在PS4、Xbox1和PC玩這些經典遊戲 其實懷舊遊戲的合輯之前出過不少 但這遊戲所包含的遊戲數量非常驚人 當中當然包括超音鼠、戰斧、夢幻之星、守皇技、光明力量等等出名遊戲 我就找了一個英文遊戲的列表給大家看一看 實在太多了,讀出來都很久 還有我自己真的沒玩過 其實大約$30美金 拿回童年回憶 不用擔當模擬器支持下正版 如果你是世間圍的,應該都不會錯過這遊戲 同一天又有另一款合輯 有沒有搞錯,又是合輯 這就是街頭霸王30周年系列的遊戲 這個合輯包括了12款街頭霸王系列 總括來說街霸1至街霸3都可以玩 而街霸4就是以特典形式給大家免費下載 當然當然不包街霸5 另外有四款遊戲可以對應網上對戰 發售平台就是PS4、Xbox One、PC和Switch 不過這次應該沒有什麼為Switch的Joy-Con 加入動態的玩法 不過我想說一句 你慶祝30周年 當然要包街霸5才開心 現在真的完全不盡興 去到5月31日 都有一款格鬥遊戲推出 由Arc System Works 製作的蒼蠅物事錄Cost-Tab Battle 發售平台就是PS4、Switch和PC Arc System Works 最近的人氣作品 最近部Fighter C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這個廠商製作格鬥遊戲的威力 說回這隻Cost-Tab Battle 是以蒼蠅物事錄為核心 再加上女神耳聞屋4 終極深夜鬥技場、夜下降身 以及Wuby 四大跨平台作品的一款格鬥遊戲 遊戲模式是二打二 玩家可以中途換人 除了格鬥之外 其實遊戲是有一個原創故事模式 四套作品就被召喚到在同一個世界 每個主角為了回到原本世界 就要共同戰鬥 同心協力去返回原來世界的方法 我自己就蠻喜歡他們之前的作品 龍珠的故事 不知道今次的故事又會寫成怎樣 原本在機戰V上出場過的驚爆危機 在機戰X上竟然沒得玩 不過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不用不開心 因為驚爆危機將會第一次獨立推出遊戲 5月31日 驚爆危機 戰鬥的 Who dares wins 發售平台是PS4 而且將會有中文版 故事背景就不多說了 想重溫的話就找回動畫 又或者找小說看 對,本作故事主要是講一下中介 為了要救回被人抓走了的女主角千鳥耀 而潛入東南亞的拿武賊客 開發公司就是BB Studio 即是負責開發機戰的公司 所以玩法方面跟機戰都很像 但是在宣傳片中看到 行動次序就不像是回合制 很可能是用AP的速度優先次序 而且每部機體都不是一致的血量 而是分了頭、身體、手和腳四個部份 不同部位被破壞之後就會有相應的能力下降 譬如移動下降 又或者命中下降之類 而且因為這套作品是動畫改編的關係 還有很豐富的插圖 這件事機戰真的要學一下 看來喜歡玩機戰的朋友 又或者喜歡驚爆危機的粉絲 應該都會對這遊戲有興趣 5月31日就可以玩了 接下來是一隻充滿童話風格的幻香卷族遊戲 雪方公主與盲眼王子 遊戲平台是PS4、PS3和Switch 開發公司是日本一 語言方面只有日文 故事背景就是一隻擁有狼型外表的怪物 因為意外令到主角王子受傷而失明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要帶王子去見一個居住在森林 什麼願望都可以實現的魔女 在旅行途中我們需要避開城堡的守衛 合理去解除一些難關 又或者解決襲擊我們的怪物 不過就這樣看宣傳片 我覺得是一隻小品遊戲 不過價錢竟然要6980日圓 看來要在我們的錢包上賺錢就有點難度 來到5月最後一隻 小品類型的橫向卷族遊戲 Sentai Half Guinea Hero Ultimate Edition 發售平台就是PS4和Switch 語言方面有英文和日文 其實這隻遊戲2016年已經在PC上推出 Ultimate Edition 最主要就是包含了PC版已經推出的本體遊戲和DLC 而且這隻遊戲在Steam上都得到極度好評 所以遊戲性應該都不錯 如果有興趣玩這些小品遊戲可以考慮一下 一口氣介紹了5月18款精選遊戲 必玩的大作不是很多 看來大家的錢包今個月又可以休息一下 又或者用錢去買紙皮 因為4月的紙皮真的很容易爛 好,今個月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支持一下我們 還有未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的朋友 都記得按訂閱鍵,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遊戲資訊 好,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